大家好,我是葉鴻輝 你好,你是不是好像踢完港隊 跟著你今晚歸隊,今晚互聯繫了多久? 由香港隊從巴東回來到現在21天 原本只剩香港隊今晚可以離開 12點 但是我們之前踢完阿協盃 因為有外隊,所以我們要由頭計算第一天 這樣計算的話,還有12天 12天才可以出去 踢了多久? 如果講職業,是嗎? 如果職業計算,我由2007年開始踢 到現在踢了14年 下一季就是第15年開始 誰是帶你入行,或者誰對你來說是最大影響? 如果講最大影響,我想有三個 第一個就是我師父老Sir、老郭華 然後就是青年軍的教練 陳曉明、陳Sir、李建和、李Sir 這三個都是因為在青年軍的時代 教練我最久的 都教了三、四年 都是因為他們培訓我 令到我又想成為一個職業足球員的目標 你踢了頗久了 你覺得現在香港最好的球是誰? 由我合作得久的球員 我不想說誰最好的球 但我想說誰最有感染力 因為我覺得在球場上 或者在一隊球裡面 感染力是大於一齊 而這個球員就是陳偉豪 他做了很多年香港隊隊長 他無論在球場內 或者球場外 他都很懂得怎樣 令到一隊球融合在一起 變成一隊團隊 球場內他會很認真 或者給很多意見球員、隊友 但在球場外 他又可以拋低了一個很紀律的球員身份 可以跟所有球員或者職員打成一片 變成在他領導之下 整隊球的領導 氣氛都是非常之好 怎樣可以令到你自己保持這麼高水平 整天要保持一個最好的狀態去比賽呢? 如果以我自己為例 我當然是訓練方面一定要付出100% 因為其實我覺得訓練才可以好好的準備去每一場比賽 當你很投入或者很專注去完成那個訓練 在訓練裡面去糾正一些錯誤 其實是對球賽上很大的幫助 另外就是在心理調節方面 我覺得其實做球員是一個很大壓力的職業 要懂得怎樣放鬆自己球場外的心情都很重要 如果不是長期有這麼大壓力之下 其實都會影響到球場上的表現 有沒有想過去再讀教練課程 一些什麼來做 譬如說你將來退休了 你會想做些什麼呢? 我暫時自己退休之後都想做一個教練 都希望可以在將來培訓多些年輕球員出來 去為香港隊效力 都希望將來香港隊的表現或者成績都會更加好 而自己都會因為有這個目標 都有去考一些教練牌 我現在有的教練牌就是施拉慎 而另外都有一個龍門的level 1的教練牌 都希望慢慢可以再進一步去讀多些教練班 去進修自己 即是為將來無論自己 或者是培訓下一代千年球員都好 都做一個好的準備 那你對下一代的球員有什麼建議呢? 對下一代球員的建議就是 希望他們不要那麼容易放棄 即是很多時候都要堅持 因為其實即是在香港踢球 是會比較困難一些 很多時候 但是不要因為有少少少挫折就去放棄 即是要當你定下的目標之後 要去保持住 另外就是你踢球之前 你首先要想過自己的能力去到哪裡 或者自己是不是真的適合這個球圈 因為香港 即是不要說香港 即是運動是很現實人 你的能力不夠就很容易被人淘汰 那如果是我 即是好像我自己當初 其實我都是定立了一些目標給自己 那如果當初實行不到 我都會選擇是離開足球 那譬如說 我自己因為17歲去踢職業 那我定立目標給自己 就是我20歲 我要去爭取一個球員正選 23歲前要入到香港隊 那如果做到這些目標 那我就繼續留在球圈上踢球 那最後整條時間線都其實是推前了很多 那變成是令到自己可以繼續留在這個球圈上打平 我認可不夠